這是2013年的第一場首發場 我們今天就會先開始 先播紀錄片《跳舞時代》 導演他們在樓上先試個東西 然後拍一下 待會等到座場開始的時候 再下台跟大家一起出去聊一聊 我們現在就開始放這部紀錄片《跳舞時代》 謝謝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兩位導演 結會司導演 然後他們就是這部電影的話 紀錄片是有兩位導演 這位是結尾司導演 那位是輝珍副導演 然後就是 有這場 你要很感謝台灣文化國際協會的 這個理事長施宏大哥 因為他是幫我們簽起這個縣將 然後舞台今天有這個放映 然後還有就是座臺 那就是我覺得自己 也對這個主題就是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個日本的記憶是很空白的 那尤其就是大概我四五年前 開始就是進入《跳舞》以後 然後我們有時候放一些紀錄片 但是跟我們現在 比較當代有一些相關 或者是說我們都是好像從戰後 然後從那個國民政府 他們來了以後 就是都在談論這些事情 《228》 然後這些 像那個什麼 《Kanonet 2》這些片 那可是我覺得 對於日本那一段時代 可能是我阿公的那個時代 我就覺得說我們不是很了解 我知道說那個是好像是我們一個 一個現代性的開始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 它的很多的影響是什麼 然後直到我看到這部分 就覺得 咦 那個時候好自由的感覺喔 就是很像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法國念書然後就是有點 那個所謂的法國那段 美好年代的時期 也是在一戰之前 有點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過很好的生活 那時候 工業革命以後 然後開始整個城市 都市的那個社會經濟發達 然後開始有了這些 一些娛樂的生活 開始有了這些 百貨公司啊 然後有一些就是那個 Shop Song啊 這些這樣子的一個起源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就是台灣 現在我們現代生活 很重要的一個源頭 然後看到這部片 我就覺得說那是很值得 我們來就是大家 再做一些討論 那我真的也非常高興 就是說人會導演 他們很特別就是從前來 然後來跟我們做這樣子的那個 那時候我們想說 先請兩位導演談談 他們就是拍這部紀錄片 他的一些元氣 還有他們在中間 這個蒐集始料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是說 要從講一個唱片的歷史 可是他其實帶著一個大框角 那裡面從這邊討論 都明明真的太多了 從那時候 大家的文化啊 然後服裝啊 然後各種的文學運動 社會運動 其實都隱藏在那個裡面 那我們就是 我要請他們三位來 今天我們就是一起討論一下 那就會再留30分鐘 20分鐘或30分鐘 給大家再問問題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先從 今天我們還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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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嗎 好 那我們還是從 今天我們開始 謝謝 我先講一下 我們的勇氣 因為一定很多人 會想要問說 那個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 偉大的理想 所以開始拍這個影片 那就上 要大家換列一下 其實一開始呢 純粹就是一個機緣這樣子 因為 因為 就是主要是當時那個 公務店是紀錄觀點 紀錄片的製作人 紀錄觀點這個節目的製作人 叫洪先生小姐 那 他當時呢 就是認識李昆辰先生 然後他知道說 他已經 他有做了這些唱片的收藏 劉升基的收藏 那 他跟昆辰是好朋友 那 所以 就是說 他就是覺得說 他這些東西好像可以拍 紀錄片 所以 他就打電話給我 這樣子 那 問我有沒有興趣 但是因為他在電話當中 講的 讓我覺得好像是一個 非常大的影片 非常大的一個題材 跟歷史啊 然後這個也不外這樣 然後 在那個時候 剛好跟 真蒂 就是我們有一些 合作的一些情報的案子 所以 那知道真蒂 他其實對音樂很有興趣 所以 我就找他一起 來探索一下 李昆辰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 到底他收藏些什麼東西這樣 那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 我在這個之前 我是完全沒有 我是成長在唱片的年代 但是我們的 我們聽的唱片是插電的 然後我想在座有很多 我們是有老中青三代 但老中這兩代 基本上我們都是唱片的年代 但是我們當時的唱片插電 而且一張唱片有20首歌 一面就有20首這樣子 那 但是真蒂不一樣 他們家 他也也就有一台流聲機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剛開始到那個 我記得那個第一天到 李昆辰他們家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他在台北有一個家 然後 然後 一開始進去就是 好幾台的流聲機擺在那個客廳 然後都閃閃發光這樣 就是他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 他放給我們聽的第一首歌 就是 跳舞時代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歌單嗎 因為歌單就是 就是唱片都會有一個 寫歌詞的歌單嘛 然後 然後就是 那時候我非常激動 因為 他寫的是1933年 然後 跳舞時代 流行歌 這樣子 他特別有寫流行歌 所以剛剛我們有一位 第一唱片的那個 後代 對 就講到說對台灣民謠有興趣 可是 當年這些是流行歌 並不是台灣民謠 包括雨夜花 花旺春風的歌詞這樣 那當然這些歌也是在那個 李慧城那邊 他都放給我們聽 所以我們就聽到 最原版的那個 約時代的歌聲這樣 那時候真的心情很激動 那像 雨夜花旺春風那些 我們蠻熟的啦 只是 聽起來覺得很特別 是他 音樂非常輕快這樣子 跟我們 之前聽到 就是 雨夜花 這種 以前的那些歌 聽起來都是很淒慘 然後很 很可憐的那種 就是很哽咽的那種唱法 很不一樣 那 所以這是一個很新的印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跳舞時代 因為他的歌詞啊 他的曲 他的那個編曲的方式 都是跟我們過去聽的 跟我小時候聽的 台語歌非常不一樣這樣子 哇 所以真的很激動 那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放了非常多 其他的音樂 包括 卡羅收 那個 那個 卡羅收 歌曲的 然後 然後 那個什麼 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我記得 整套的這樣 因為 貝多芬命運交響曲 是很長的一個交響樂 然後當時唱片 一面只有三分半 所以要好幾張唱片 才聽得完 那那個 非常的精美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 也有 歌仔戲啊 然後修波的歌很多 就是 就是男女對唱 有些非常風騷的 非常露骨的 情慾露骨的那種 然後還有很多說出的啊 就是或者是那個唱片的 電影的那個辨識的 就是各式各樣 在當時那個年代就是 因為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音樂或聲音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娛樂方式 所以沒有電視嘛 沒有網絡 電腦 然後電影也是剛剛開始 所以那個 然後廣播也是剛剛開始 所以 有很多的唱片 就會很像 就會變成像廣播劇那樣的東西 非常的多 但那時候 我個人是非常的訝異 就是因為我覺得說 那個以前 就像我們剛剛也有 就是我們的 朋友們提到說 好像那個年代 好像是一片空白 或者是 可能那個記憶就是一個殖民的記憶 然後 國民黨的教育 都是講說殖民 就是只有 什麼 吞打台灣人 然後就是 黑暗的年代 然後 台灣人是一個 背貌穴的年代 那當然 我們那時候也 我們以前也讀了 像類似楊奎 或者有些小說家寫的 左派的小說家寫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 很悲情的 之年時期這樣子 所以 聽到這些音樂 就會覺得 天哪 這是我阿公阿嬤的那個 就年輕的時候的 那種音樂 真的有這回事嗎 怎麼可能會有跳舞時代這種歌 而且它是流行歌 流行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市場 它有唱片 就是 應該是會有人要來 花錢來買這些音樂的 所以就整個對那個時代的概念 就是整個想像的概念 是一個大單轉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我個人來講 就是激起了很大的一個熱情 和興趣 就很想去了解一個 就是好像是過去 就是它等於是從唱片 音樂 還有娛樂生活的 日本時代 台灣人那種娛樂生活的角度 去切入了解那個 日本時代是一個什麼狀態 那當然我們越探索的過程 就越深刻的了解到說 台灣一個現代化的開始 真的就是從日本時代開始 然後也慢慢了解到 當然就更清楚了解到說 為什麼很多老人家 非常懷念日本時代 就是最明顯的對比就是說 他們會非常懷念日本老師 非常討厭日本警察 這大概是很普遍的一些 老人家的一些記憶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會解答 以前我們的一些疑問就是說 為什麼那麼多的老人家 就是比較懷念日本時代 但是我們都沒有真的很 用很清楚的去釐清 那主要就是歷史的論述 基本上是被正式啦 或者是比較是一個 統治者的角度在詮釋歷史 可是如果從人民的生活的這個 庶民生活的這種角度切入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那個 即使在殖民時期的台灣歷史 也是非常的豐富 非常多元化這樣子 那我就先講到這 這個就是 這是有我們很強烈的動機 然後一個探索的開始 這樣子 那請珍妮 其實我們第一次去聽 放完跳舞時代以後 用翻出幾張唱片說 叫做 尖端世界 速度時代 黃金時代 那時候開始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可能對我們的阿公媽媽來講 那一段青春 他好像已經見了 跟國際結尾了 而且都在世界的尖端 那當然會前也翻出很多歌單 那他也跟我們描述 就是說 其實 當時 可能是中產階級 比較買得起流聲機跟唱片 可是很多買不起流聲機跟唱片的人 他們會買歌單 就是上面有歌詞 然後可能在唱片行 在咖啡店 或者是在 咖啡店他們不一定進得去 其中一位老先生的口述是說 他們旁邊有那種 吃茶店 就是會有小姐陪的 或者是酒家 它就會有流聲機 然後那時候 他們聽到好聽的歌 他們就去買歌單 就是歌學起來 所以 歌單也是很暢銷的 當時 那 可能他 賣十張唱片 就是他可能已經賣了 大概三百張歌單 那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想像 就是說 身上娛樂 確實沒有太多的選擇 所以唱歌 聽音樂 變成一個 大家非常重要的 共同的休閒生活 尤其是在都會裡面 那當然 就各位在我的紀錄片 你們看到 在鄉下更多的 或者是歌仔戲 或者是滿悲觀 那 中間 有一位王維景 先不知道大家還沒有印象 就是小時候在 唱片堂 也是當搬運小工的 他有提到一個記憶 就是說 因為呢 他總是要比外面的 買賣的客人 先聽到新發唱片 就是說 以博演的習慣 一張唱片要開始辦賣錢 一般搬到這個公司裡的時候 他就會 常常想想 放給這個公司的人聽 所以他是第一個 學會新歌的人 所以在他們家 常常晚上 就會有新歌發表會 然後他年輕的時候 歌聲又很好 所以唱到九點多的時候 我們警察會來敲門 就說 葉醫生的情報是安民 所以這也是 他年輕時非常美好的記憶 大概我先講到這裡 就是那時候 我們得到的 關於那個時代 我第一個訊息 第一個影響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那個 愛騙過程 收集資料的過程 我先講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片子是 當然有很重要的主角 就是李昆誠 他到現在也是 時不時都是新聞人物 就是那個 延伸店的那個男主角 那我們當時是這樣子 因為一開始是 因為他 我們認識他是他收藏 他做這個方便 收藏已經五年了 那的確他一開始 其實我在1995年 沒有開這部片前 我就認識他了 然後他是在當時的地下電台 主持藝術台 在台灣的節目 藝術台灣的這個節目 也許有的人聽過 那他是一到五月天的 放放節目 然後他其中有一天 都是在談台灣音樂 所以他也是因為 這樣的一個機緣 他開始在做這方面的收藏 那就是說 那我們在開始做這個片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是 當然是很不一樣 也是不太了解 那個整個流聲機 還有流行歌的一個發展史 那所以 所以那個 第一年 我們就是每個禮拜 都跟他上課 我記得那個上課 大概從中午就上到晚上這樣子 然後第一年還要寫企劃書 然後想要 看好夢幻 這樣子 那 那跟他 就是 他不斷的上課的過程 讓我們知道 他有哪些收藏 還有整個歷史的發展 就是音樂唱片史的這個發展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 他的這間資料 有很多都是他去 就是你們在影片上看到 然後你在一些 張南路 張南路就是彰化跟南投的 有一條舍道 那裡有很多古董店 那一開始 影片一開始 那個阿張 阿張的那個店 就是在張南路上 那 所以 我們就跟著他 就是去 我們去看他 怎麼去跟這些古董商 他怎麼去買唱片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紀元 他就認識了 Columbia的這些老人家 還有上課之樂的先生等等 那我們也 我們除了跟他上課 不斷的去收集了解這些資料之外 我們自己也去跟這些老先生 老太太做出訪 就是說 給點調查這樣子 所以 當然 李昆誠他 他有一個他的 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他在這個影片當中 他會覺得說 他所收藏的東西就是最寶貴 最重要的 然後很多的東西他都覺得說 是第一手的 別人都沒有的 只有我有的 是最寶貴的這樣 那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對我們拍紀錄片的人來講 就會變成說 你要去取捨 因為我們不是在幫流生精靈 拍粉絲電影嘛 對不對 就是說 所以我們針對的是一般大眾 那所以 我們就是 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 必須要有一些 拉扯跟篩選這樣子 在後來形成紀錄片的過程當中 那不過就是 非常感謝他 因為他之前做了收藏之外 他還自己做研究 那他的研究 蠻有趣的觀念 就是說 可能不是學者的觀點 也不是早期 那個對流行歌的詮釋的觀點 那因為他都會從他所收藏的東西 就是 就是 去提出他的看法 這個就很有意思 就是說在歷史的這種研究裡頭 其實 學術論文的話 是從別人的文章裡面 再去論述是最容易的 可是你如果有一些出土的文物 然後你就是那種 剛出土的文物 從那個實際上 真正的那個文物裡面去研究 我覺得那個才是第一手的資料 這樣子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他 那不過就是說 那個 在後來製作的過程當中 變成我們的工作就是不斷的要去篩選 就是什麼 然後而且還有就是 怎麼去講這個故事 那 所以那個跟我們 我們自己去做甜點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那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我跟文思 其實有花了半年的時間 待在台灣分館 因為我們大概把念說 我們日日行報 整個跟跳舞跟音樂跟唱歌 台灣禮報 台灣禮報 對 就是跳舞唱歌的 還有文書記有關的新聞 我們都盡量去找過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有完全建立那個數位化 所以你沒有要用關鍵字進去搜尋 所以我們就 一個一個搬過去 然後 還有小說 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日本時代的小說 整個跟跳舞跟音樂有關的描述 全部都塞出來 但是 透過這樣的工作 去建立 對另一個時代的想像這樣 除了這個以外 是說 因為當時有些新聞 覺得雜誌 反正那個年代 就是很像我們那個 黨外雜誌的時期 就是說你已經沒辦法搞革命了 所以你就辦雜誌這樣子 就是20年代 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這個文化協會的年代 有一段時期 他們政治就很希望不夠 流行抗爭什麼 那到了30年代 完全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只好辦雜誌 那當時那個文學雜誌 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那時候幾乎去翻變 所有的文學雜誌 那當然 我那個時候 除了剛剛曾滴講 有一個很重要 要去找到 什麼咖啡廳四女的這種故事啊 有些小說家寫的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去找陳君玉的資料 因為 因為李宽誠他認識這些音樂人 但是他其實對淳淳 對陳君玉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料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我們要來 就是說 陳君玉、淳淳跟鄧雨仙 就是說這些人要把它串接起來 就變成說 陳君玉他掃了一個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後來 我們在影片當中 這邊看到陳君玉的所有詩啊 還有他所寫的文章等等 就是在那一段時間 就是幾乎只要看到陳君玉 就是趕快把他錄下來這樣子 那 這是一個部分 就是李宽誠 大家看過片子 我們在嘉壇門會導演的說明 就會想到說 其實 最有資格來語談 這個音樂座談的 這位是李坤誠信聖 那我怎麼坐在這邊呢 很奇怪 李先生他是這部片的顧問 而且他設計跟所收藏的那些音樂史料非常多 那他其實也是這部片的那個串場 主要講 他就是這部片的靈魂 那靈魂沒有來沒有關係 我把兩位導演 導演是大嘛 來個大 找過來 我覺得這樣是關鍵嘛 那我很高興說 真的沒有 怎麼會把我會 導演都請過來 那 那 那 我幹嘛坐在這邊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一直補充就好了 那 但是 說一下剛才那個漫步 因為我覺得那個連帶 它是一個就是好像 呃 有一點自由風氣 可是就是他這個轉變怎麼發生 比如說他就是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 然後後來呢 又有那個陳俊跟自己 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 然後後來呢 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 他跟朋友一起 就只有他自己 可是我就覺得說 所以說文化歸來人太好 甚至很寒自由 可是他又有一些數字 那那個的話是說 他們有一些 嗯 層次上的不同 就是 可能裡面的不同 因為可能這些人是不是很 比較忠誠階級 然後他可能就是比較在 他才有機會享受到 這些所謂現代化的 新事物 然後那另外一方面 可能有一些 就像剛剛那個 剪刀臉 他講到就是 也有人回家 那一座家 這樣子 然後想要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臉 你看可能他可以送我 因為我知道 你也要認識 工作 這方面的 那是不是小時候 是不是可以請你 多補充一些 謝謝 對 謝謝 說這個補充 這就是我的認證 我希望你能夠達成它 那所以 我也從那個 台灣史的 角度來 來看 因為我 不是 紀錄片外面的 食物的參與者 那我對醫院史 外面也不熟 那原格來講 其實台灣史的 那些相關的研究 尤其是日本時代的 台灣史 他都會集中在 政治 法律 軍事 不然就是教育 這方面 那再也就是社會運動史 那他所謂的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 那各位 產業史方面 產業史包括就是 工業 工業 醫療衛生 教育建設 或是電訓 那如果在其次 我們會談到一個 譬如說文學史 宗教史 那再來傳播史 傳播教育 那再來就是 談到那個 這個文化史 那其實 那個 有關於音樂史料的部分 非常少 我可以 不可以 這麼說 那所以 當 那個 大約 二零零三零 我第一次看到 跳舞時代的時候 我其實 非常的驚喜 而且是很驚豔 那驚喜的 就是說 我覺得 這部片 就是說 嗯 它 是一部 讓我不會 睡著的 長基督片 而且它一點都不承認 它簡直非常流暢 這 對台灣 我們對刻板的影響 那種幾乎 就是 看不下去 這完全不會 它聲光效果非常好 而且重要的是說 它不爛情 那也不憋情 那它沒有什麼 那個 太多政治的不耗 那我覺得 這樣 那 那我經驗也就是說 因為我就一個 開始做台灣史 做古書印史 這樣的一個文史工作者而已 我記得 我們很看重史料 那這部片 讓我看到非常多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史料 那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誤惑過了 看到真的很驚訝 然後 然後 我真的會接觸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被大家遺忘的時光 那 那 特別讓表面老人在那邊閃耀 我們不得不去看待它 認真思考在台灣史 到底是什麼走過來 那台灣的過程 不僅我們介紹他在台灣什麼 大部分都不理解 對他的子彈沒有什麼印象 對於事實上 我這樣有 從南部讓鄉下的地方上來 完全沒有什麼都市 都市生活裡面的 我覺得 那樣的文明 那樣的文化現象 好像是另外一個國度 我 不得不這麼說 但是跟我的生活經驗有關 那 那 所以我在想說 該怎麼講 因為其實我不是音樂史方面的 那個研究者 那 我怕我講的那個 理由大家說 抱歉 我都 我寫了一件文章 有些部位 我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我不用練 你知道 那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部電影 它設野很優美 那 簡潔有差 那 傳達很多文化 很大的信息 而且交代很多歷史的線索 那 我是最近 重看了兩次之後 我才慢慢 是用歸納書 說 我是怎麼看那個電子 那 基本上 我從那個 影像的流動過程 來看那麼多 我把它 嗯 我跟我說 那 你同時在發展 四條一所的線紙 四條 四個故事在發展 那 那第一個就是說 這樣 大家看得到 那個 那個 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這個秘書 那 是流行音樂 所以這部片 真的很片名 其實不是叫做跳舞時代 是叫做Viva Donna 對不對 這是義大利 那真的應該是講 這是音樂時代 聽懂 這是很片名 語音重現 語音重現 就是 Viva應該就是 完全 就是當時的那個列交上片上 就 很多都會寫 在上面有寫Viva Donna 那 老人家都會講說 霸蝦 肉身 就是 我想其實講的 我們的中文就是要 原因重現的 謝謝 我會再補充 第一個 我們可以說 他是在講 音樂 的 流行音樂史 那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說透過 李坤誠先生 跟 像 林屋中表行 這樣的營運狀態 我們可以了解 那個 遊生機 或是所謂 吸氣唱片 他們的發展史 那這個部分 它比較是屬於 科技史 或是社會史的部分 那第三個 第三個故事 走現就是大家的所知 那就是 羅曼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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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故事就是 當然是以蠢蠢 就是跳舞時代 這個 這首歌的 原唱者蠢蠢 生命時 為主 那由他來串聯 所有走現 所以這部片 也可以叫 跳舞時代 絕對是 名時相符 我們不要搞定 它 所以它應該 這片是沒有錯的 這是第三個 軸線 它是在串聯 所有的這部片 那第四個軸線 我覺得是 最深層 最難牽涉的部分 就是日本時代的 那個社會史 那這個部分呢 包括牽扯到 就是 殖民體制 或是 政策 那還有時候 近代化 近代性的問題 要怎麼討論 那再來 可以進行台詞 變成 還有階級的問題 這個階級 同一個時代當中 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階級 譬如知識階級 或一般事物理 怎麼去看待流行 這個事情 怎麼去接受它 這第四個 還有一個跟蠢蠢 這個主題有關 是所謂性別的議題 女性能解放 婦女解放 黑暗 但是這個事情 這是軸線的同時在發展 它不是接著 就是這樣一個 非常豐富的 一個多年發展 相當是病看的 但是很過癮 這是我首先要強調的部分 可是 如果 這麼多東西 怎麼抽離 哪些便端 哪些 特別角度來談 蠻困難的 那 我想很多朋友都問 那我今天是不是 我自己的角度 來跟兩位大陸提問一下 那 因為 我覺得 就是 我的不好意思 來表想 講得不好 我還是用面 不好意思 不過首先 要問的就是說 1933年到1937年 這個短暫的那種遊行客棋 遊行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看到歷史發展 背後的動力 那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要先問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從片中 並不容易很明確的 把它看出來 這是我要提問的 那 不過他細緻在問 就是說 這個遊行 是那個時代的 大遊行嗎 還是只是 少部分人的 時髦的 玩意兒 這是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 當時的歷史的風潮 那我們不能附列 一些時代過景 所以我現在要補充的是 導演可能在片中沒有講得很清楚 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這個資料是從 2009年黃信章 那個 陳大台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班 黃信章先生的一篇 叫做 1930年代 海裡遊行科棺的 變景概修 還有 台北醫師大學 顏立芬博士 顏立芬老師 他寫了一本 台灣的音樂 這本史要來 重復台灣的概念 就是說 台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之前 就已經接觸了很多 很多接觸過免運營的機會 所以在1880-1995年代 那個 我關於遊生機 類似這樣一個 系音 可以讓音樂 護置存播的東西 已經進來 但是呢 高智能時代 他是以國家的體制 而且也是結合了那個 他們已經有實行過明治衛星的經驗 讓台灣全盤進入更多所謂的不明化的社會 黃新昌這邊有寫說 此後隨著劉振激難起盤 這唱片的不斷曝光 台灣人逐漸了解並接受 聲音是可以被複製且存互多號的衛星的概念 這很重要 這樣也是可以重製還有傳播這樣的概念 這個部分會跟有寫音樂這個概念 是才能夠結合在一塊 所以聯誼跟博士在那時候都提到說 所謂有寫音樂 我們講的是POP 一般是20世紀以後 以大眾媒體傳播所形成的一種新的音樂文化 當然他有受到當時一些各種社交廠和社交文 所謂無取那種節奏演變的影響 那在這個時期呢 其實我們要了解說 在1910年的11月 日本最大的一個取牌的製造商 就是片中有提到日本西方清理商會 美國Northong這個公司呢 在台北農町 台北農町設立了出張所 也就是代理商 代理店 開始販賣流生機 以前都進行 現在開始販賣 但是台灣 你們有可能知道這也是要問的 但他有提到說 這是這個首創的流生機代理商人 讓經濟能力不錯的民眾 得以構制 但是因為價格跟經濟的因素 這些產品的銷售並不樂不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這個流行是流行到什麼程度 都回到現在的問題 但是到了1920年代 剛好就是流行歌曲 開始在歐冕興起的時候 那台灣也間接的 我想大部分就是從日本間接進來 那在這個過程上 我們不要忘記一個基礎 就是說 流生機在民間的普遍化 是流行歌曲能夠奉勃發展的一個 最重要的基礎 也就是說 如果從演藝坤老師的觀點看 如果這個大眾傳播的工具 沒有被普遍化的話 那怎麼要造成流行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談到的 就是吉士頓普遍化 第二個就是說 還有那個收音機 是在普遍化 這個我們應該做更客觀的去瞭解 還有說 尤其音樂不能傳播 但是歌本 剛剛跟會導演有提到 歌本的歌單的發行 比唱片還多 但歌單的發行 透過報紙 或透過其他的那種 書報是一個方式 那這樣傳播會到的情況 然後 大概在1905年左右 唱片開始在台灣普及起來 這是一個很 這個來講是很抽象的描述 可是確實說 日本的很多唱片公司 包括中國的百代公司 都進口很多唱片到台灣 中國上海的百代公司 所以呢 1928年 佛爺正次郎 他開始以古魯美亞 唱片公司的名義 你接管日本西音劇會上的時候 他一下子出版了21張唱片 但是這些唱片 大概都是片段提到台灣民謠 因為戲曲 可是呢 到了1932年 他又把上海電影 《桃花氣血跡》 我們在片段看到 這部片子 來台灣先傳的時候 有一首同名歌 叫做 《桃花氣血跡》 《灌成唱片》 《破了成功》 這首歌 這首歌應該是 有人把他定義成 是台灣史上的第一首有情歌曲 比票子代早一點 可是因為這部的成功 讓博委長 進入去發展 所謂的 開有情歌的市場 可是 黃信章先生在那裡 特別提到說 大家不要忘記 實際上 唱片公司的主要經濟收入 還是以柯仔區的取盤為主 所以 我們從這個數字欄來看 就是說 到底 在當時的民間社會當中 我們不要管不同層級的 民間社會當中 會主要流行的是什麼東西 這實際上 要進行環境下 我覺得 我們不能說 看這部片 就不以為說 那個時代 全部都要流行這個東西 它是大流行 還是小流行 還是哪個階層的流行 這個部分 用細緻的去討論 這是我的觀點 當然 我只是提出一個官場 並不是說 這是定論 那 其實王姓張先生還有提到說 因為當時設備跟人才 就是所謂音樂人才不足 很多台灣本地的錄音 要跑到度等性錄音 那設備當然是器材 台灣沒有辦法生產 或是台質不好 那人才就是說 台灣那時候就透過藝彈 透過其他一些傳統樂器的老師來表演 所以這方面都會 錄音的品質可能會跟 以日本 資本為主 讓它上邊地的觀點 你看它可能不夠陸流 所以要把握這個去做 最後請日本的錄音事故 這都是不可能 那 我們片中有看到 就是說 到1933年 柏洛姐期 曾經歷 鄧宇選人 開始發展台語流行科技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期 可是我想問的就是說 其實在 這些1933年 這些鐵盒的罐子 不應待會 或是歌詞怎麼樣 大陸都是沒有所謂 所以歌曲的部分 都沒有創作的部分 都是延用舊的曲 1933年以前 沒有 就是他們用自己創作 鄧宇選人的創作 我說1933年之前 對 模型科學 就是我們譬如說 彈民謠 彈南北館 彈 1932年這個曲 對 他說1933年之前 沒有所謂創作 沒有創作的歌曲 是延用舊曲 要以詞借曲 來 就以... 我還想說 這是創作性 那這邊就是一種 這張流行就是 在重複或補知 這個東西 那這件所謂創作性 都就是 我們看到 1933年 國一開始 請台灣 鄧宇選人 創作的歌曲 用新的語言 台語文來錄持 我講的是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 從歌曲來看 創作的部分 是1933年開始 就歌曲的部分 其實我 之前我跟 兩位導演討論過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1920年代是台灣的 政治社會運動 大為發展的階段 台灣文化學會 這是文化性能 可是政治性能 還有 譬如台灣議會 政治情願運動 他們這些運動 在進行的時候呢 都有寫 用白髮文去寫很多 那個 歌曲 會歌 或者是一些 有正式目的的宣傳歌 那這些歌 已經大部分都用白髮文了 那這種白髮文的創作歌曲 已經開始 透過運動的方式 透過讀報社 透過新劇 透過看電影 總共在發展 而且他們每次集會的時候 都會請他們會演 參與民眾來一起唱歌 這算不算流行歌 而且 想說 因為運動的城市 運動的場域 已經發展到很多地方 這其實 應該是 有達到一定的 流行效果 只是說 他的傳播工具 可能不是透過 流行機 也不是透過 收音機 而是透過紙本 透過文件 透過報紙 我們知道 無法修 基本上 尤其是政治性的運動 包括後來的 公有總的 男老公運動 日本指令當局 是有這樣的限制的 所以 可能 很難透過 所謂商業的體制 壓成唱片 做成錄音 傳播給 傳播給 一般國的市民階層 但是 政治性的運動 因為很多運動 就是運動者 透過很多方式 也去傳播了 所以 我要談到一個 我覺得一個比較 核心的概念 就是說 可能要了解 傳播的現象 跟傳播的本質 才能去探討說 什麼叫做流行 這是我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觀點 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跟這種提到 流行科學 發展很短 不只到經國族裔時代 他就變得更近了 他也被改寫成熏根 有他真正目的 甚至到戰後的時候 根本就消極了很長一段時間 還有那些曲調 那些印象 甚至到我們絕對 完全沒有被保留下來 我們必須要同看 這個片子再恢復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同時流行的 歌仔戲 南北館 這樣的一些 歌曲 曲調 卻沒有消失 而且張用力都複釋 會非常多 如果根據 林立芬博士的時候 其實歌仔戲團 在1950年代 最高層到達530幾團 要是按顯像 那種新設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 這是剛剛提到的第二論 第三論是說 我是比較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 一個流行科學 能夠流行的背後 但應該表示說 背後有一個 這個產業體制 各種客觀的條件已經形成了 日本時代 其實台灣的很多產業 大部分都是以國家的資本 以日本財法的資本 脫子 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制堂業 那 至於這種音樂產業 唱片的這種公司 包括古倫美亞 應該都是以日本資本為主 那 這個老闆 柏尔政事長 他敢不起來 對台灣的音樂 非常的親善 友好 他一定保留很多台灣的傳統 音樂戲曲 他也大力推展 新的用台語 有數學的那種文型歌 但是 他背後 只有 純粹的商業考量嗎 他有沒有其他的政治意義 當然是 某人家 進入政策委員會 或是提出問題 說 這個日本人 他只純粹看中 台灣的商業市場 來做這個事情 他有沒有適合 日本製命政府 或是有其他的 政治的那個 那個想法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呢 如果他願意灌入 台灣武藏協會的 台灣知識歌 或是 那些所謂的 文學的會歌 這些政治性 抗議性 比較強的歌曲 那各位成員怎麼樣 他們會流行出來嗎 這是我的體會 但是可能 有點大或不大 那第四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看吧 怎麼變回顧了 第十批段 就是在日本時代 那我其實一直在想說 殖民政府 怎麼看待這種流行歌曲 他有沒有一套 文化政策 在 要去管理它 或是去導引它 那因為 簡單講說 台灣人是 是面對不同民主 不同文化的一種 殖民統治 這個文化是經過 民治維建之後 一種 所謂多亞部 或是新的多亞文化 這樣的殖民統治 而且 日本人經過台灣 統治台灣是 花了不少代價 以為戰爭它 花了半年的征服 那後來又經過20年的時間 用武力鎮壓 從平地鎮壓到3D 這樣殘酷的過程 帶下去很慘大 很慘重 那 所以台灣其實到1920年代以後 已經其實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 被日本統治 那之前在清朝統治 台灣是一個泛山人 派那種所謂的主群啊 張群一切都這樣 原住民跟高山人 壁壘不平常的時候 到台灣 到日本時代都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 那所以 被統治者而言 流行歌曲 尤其是用 用特殊性的台灣語言 所寫的 以白話文學所 書學的這些歌曲 日本人到底怎麼看待 有幾年 我們要知道 到1920年代 日本開始推展所謂的 內地演唱主義 也就是統化主義 他希望把台灣人民 紀念成一個 可以效忠日本天皇的 一個忠贈的聲明 那他怎麼會引起這種 既有特殊性 既有抗議性 既有一直性的 那些文化流行到 在台灣社會叫做 民難變的部分 他不是想要做 同化的一個目標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 是說流行歌曲 什麼一種主流文化 好像日本當作歌曲 談談 這也是我的提供 可能有點大不當 可是 我大概 可能是一些政治學 所以我不得不這麼想 感覺上老師 都會問對方詐 很可憐 那最後是第五個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有感觸 就是說 很多流行歌曲 標榜 那所謂 維新的時代 只有戀愛 我們看他存在 很代表 很代表 跳舞時代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關注到說 1920年代之後呢 台灣已經進行了 三大領域的運動 我們剛剛談到 議會設置 台灣議會設置 這是有關政治運動 那台灣文化協會 這是有關文化啟蒙運動 那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社會改造的那種階級運動 包括那個 農工團體啊 譬如發生的那個 公民運動啊 那記得 有發生的那個 婦裡運動 譬如談到 1923年 彰化了一個 婦裡公立會 他們開始 做所謂性別 醫事的 一些討論 或是所謂 婦裡解放議題 我們就是在文化協會當中 我們很常找的那種台灣 台灣引導的前稱 台灣雜誌 很多人像 通話音都已經提到 婦裡解放這樣一個 婦裡男女地盤 這樣的議題 早就產生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 比較有改革性 有前進性 或是文化抵抗性的 這樣的一個 意識呢 公平在婦裡這個議題 早就被引導出來 那這個問題其實很會影響到 1930年代 留情歌曲當中的內涵 這個部分 我覺得片中點 比較沒有提到 那我 我是把這個 漫遊稍微講一下 但是 我們不要忘記喔 除了這種 男方女孩 自有原來 這樣一個歌詞之外 我覺得 留情歌曲當中 我們 我們知道它有 400 400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內涵 我用一個 研究者的 那個 這個說法 可以給大家聽喔 就是 國立台灣 歷史國館的館長 李清昌先生 他提到了 他在一本文章提到說 1930年代 台語 流行各個內行 有四大類 第一個就是說 反應是在 對自由的 附身 第二個呢 追求 開闊的視野 第三個 就是 對弱勢者的 管法 那第四個就是 暗示被殖民者 統治的那種透視 我們就看 附近片 就是說 純純發球代表 那種 遊行歌的那種 內涵 是前面兩個部分 就是對自由的 對自由部分那一種 追求 那還有就是 對所謂 那個 追求開闊的視野 我們看到 純純其實一直在自修 一直在想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那 可是後面兩個是 會比較政治性 或社會性 我們在前盤看待 這個短暫時代的 弱勢歌曲的時候 其實這個 透明這兩種 管理其實也是很重要 語心昌 也說這一點 但是 我是從 電中 所引用的那種 音樂史材料當中 並沒有看到很多 第三個 第三個 反應 就是 對弱勢者的 寬法 就是 社會性 對弱勢性比較高的 好 我跟你講 那 最後我要提出 提出一個 就是 片中那個 旁白的聲音 很好聽 很好聽 我剛剛 為了 那個導演 到底是誰旁白 不然你 以為是成立貴的導演 待會兒要幫你收音 OK 我可不可以講 還是不要接受看 好 來補充的是 補充的是 在部片裡面 就是隱藏的 你來有點像 兩位 你們要先回應 還是 我先簡單 旁白是我的聲音 不過 練了很久 平常其實 在台北 說台語的機會 沒那麼多 這有點苦練一下 那 回到剛剛是我們提到的 一個關於 音樂跟歌曲 被拿來作為 循環或教化的工具 這件事情 我想 其實 日本 在 比如說 學校的校歌 或者是 所謂 推廣 地翻 官方也做了很多的歌 他們也有透過工部門的資源 去貫通的唱片 那 剛才我特別提到這些民間的 比如說 文化協會做這些會歌 我們曾經在史料上看過 就是說 當時台灣人曾經發生大地震 震災的音樂會上 有一些聲樂家是由美聲來演唱 但是是帶著民眾來演唱 這些協會所創作的這些歌謠 所以這些 作為循環或者喚起團結 或者是喚起精神的這些 目的性比較清楚的歌謠 基本上 有這樣的創作 只是 有沒有做很大規模的商業發行 其實在我們看到的資料裡頭 其實並不知道 那 以商業性來講 就是說 當時的傳播方式 當然不只是流神機跟賣唱片 以淳淳跟愛愛 他們都到廣播電台去演唱 而且當時廣播電台演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搞不好他的聽眾 比唱片的聽眾還要多 因為他不需要買唱片跟流神機在家裡頭 所以 是樂團現場伴奏 是很慎重的一件事 然後 他們的薪水是非常高的 所以 根據愛愛阿嬤的回憶就是說 他一個月的收入 是比新莊鎮的 庄長還要高的 庄長的收入是60塊前一個月 他的收入是60塊的公司的月薪 再加上20塊的廣播電台演唱的費用 他差不多就是每兩個禮拜會去一次廣播電台 對 所以 當時他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實驗 而且以他的收入當然 就是很快就可以自己買幾棟樓房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商業的機制 在當時已經是頗為完善的 那包括唱片 剛剛進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曾經在明報上看到一則新聞 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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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時這個 這個 某家唱片公司呢 他們 特別為了他們第一批進來的唱片 因為都是舞曲 所以他們就辦了一個舞會 然後呢 邀請所謂 這個 這個 內地人 內地人只是日本人 台灣人 然後中國人 還有西洋人 就是 邀請各方的這個 這個 士生 還有政府官員 來參加這個 舞會 是為了可以推廣唱片 所以 這個所謂 這個 商業的運作 其實也已經很成熟 要妥善地運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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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的力量 來讓這個 這件事情受到大家的主目 才能肯定 那當然 其實對於跳舞這件事情 在 台灣比較保守的士生家庭 它可能還是一個 不是那麼成體統的事情 所以 陳有一個新聞寫到說 某某唱片行呢 在這個唱片行的門口放流聲間 也放的是舞曲 然後年輕人當街動狡猾 就是年輕人在唱片行旁邊聽了一些舞曲 當時就舞動起來了 然後就說 事風日下 那 這個 所以 當時的觀點 其實 也是有比較保守的 但是也是有比較前景的 所以這些 所以 比較有錢的士生家庭 才 很肉負擔的請到舞廳去跳舞這樣的活動 但是比較保守的士生家庭 寧可到江山龍的情景的意見來演奏 我覺得這樣比較文雅的 所以我想這個 商業在開始起來的時候 它也是還蠻成熟的開始去運用了一些西方的 宣傳的體制 那以台灣的歌曲創作來說 因為我們過去變了古典音樂 所以我們接觸到這間西式的音樂 在清朝末年比較早的其實是教會 是透過教會 那甚至在1900的初期 就已經有鋼琴進來了 但多半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家庭 購買鋼琴、購買咖啡琴、小提琴 那時候也已經有雅拉哈代理進口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台灣人接觸到西方的音樂 然後接著日本人把它帶到學校的教育裡頭來 坦白說我們並沒有第一波像日本 像日本或者是像歐美 有前面的所謂古典音樂的傳統 但是我們今天作曲者 就是說貝宇賢、張福星 基本上他們確實是到日本去學習這些古典音樂的 那回來之後就進入了我們所謂流行音樂界開始創作 那甚至這些人的後輩到國際政府來的時候 都還在我們的古典音樂界也發生的蠻重要的影響 剛剛那個是我們在樓上的時候 跟我們講的時候是兩個問題 沒想到你又多了我的問題 然後他剛剛一開始有提到就是說 把這個流行所謂的劉正希唱片的發展的歷史 就是稍微減速了一下 然後我就突然回想到我們那個痛苦的那個第一年 就其實這些 這些到底那個我們的第一家的這個唱片行 什麼 這個我的 那個 我跟我們資料就是他們的片子拍完之後 所出來的一個學術業就有成果 所以我記得當他們拍片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真的要被我常用心 其實那是 你那個 你說的那個博士論文是哪一年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有一個論文 也有一個博士 我記得我們也有 2009年 2009年 然後拍完之後就 那在2000年 我記得是 在我們這2000年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 好像是碩士論文 它也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參考標準 但是留生機的這個唱片行的歷史 其實李昆誠他自己做的男生 我們的企劃是有練習的 我很清楚 所以我就是突然有點就是回到什麼日序啊 對啊 然後我也去接練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看盡量 因為我大概有記得一下 那如果有漏掉的話再說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大概在兩三年前 我們去了一趟日本 那個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台灣的紀錄片電影的一個 放映交流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在 我們碰到了一位教授 日本的教授 然後他就 送給我們一本書嘛 那那本書呢是什麼呢 就是 在日本的科隆比亞 就是說 日本科隆比亞 現在這個唱片公司還在 然後呢 這個日本科隆比亞呢 當初就是說 我們台灣所有的 在這個 台灣的這個科隆比亞 所有的這個唱片 都是到那邊去壓片 就是說 當時的黑膠唱片的製作 是說 你要先壓一個母盤 然後再用這個母盤 去壓其他所有的唱片這樣 所以他這本書就是有 當時那些母盤的歌單 然後我真的在裡面就看到 我們 我們 我們那個電影裡面這些歌 都在 那個母盤都還在 所以 我有一次就 忍不住了 就有一天 就 就是跑到 就跑到那個 因為他那個 那個公司的那個母盤 收藏的地方 就是我跑到裡面去 有一個博物館 一個人類學博物館 那 他們就把那些母盤 現在就贈給了那個 那個博物館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的那個連結 然後那個感動強烈 結果說 也間接回憶其中一個問題 是台灣當時是完全沒有鴉片的努力 所以說 這些歌星們 為什麼愛愛媽媽就說 他們都必須要坐船 到東京去 就是 他們基本上那個 就是 等於這個技術的部分 都是 技術製造的部分都是在裡面的 然後現在那個公司還在 然後我們那些的母盤也都還在 只是不知道哪個 我們有機會可以看到這樣子 那 那個 然後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有過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到底是不是留下 那我是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跟甄莉 我們以前 剛好在1980年代節前後 八七八八八九那幾年 我們都參加過台灣的小劇場 那個 甄莉是環迅劇場 然後我參加的是 現在叫 幽人神鼓的幽劇場 所以我非常知道 什麼叫主流跟非主流 那 我覺得喔 其實 說坦白講 就是 其實我講 一片當中 我也提到蠻多 就是說 對於一般的人來講 很明顯 流行歌 它比較是富貴的 然後比較是 所謂的年輕男女 喜歡的歌這樣子 那 但是 如果你要 所謂的流行 要整個台灣民間人口比例來講的話 那當然那個時候 還是以歌仔戲 南北館 是一個主要唱片的大宗 那 而且那時候的唱片 雖然 貴得很貴 像那個 剛剛講那個 貝諾芬的 陰影交響曲 是非常的貴 剛剛 阿阿阿媽一個月賺80塊 對不對 那那一張唱片可能就要5塊 日元 所以 那是非常貴的 那 但是呢 當時也有 我們在 我們在昆城那邊 也有看到什麼 五毛錢的一張唱片 用紙座的唱片 所以 它也是有非常便宜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手機 也有零元手機 然後也有iPhone那種幾萬塊的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真的就是一個商品化 是一個蠻 已經是蠻 就是某一種成熟的狀態 可是 當然我們很難用現在的去想像 以前 就是說 為什麼剛剛曾經提到說 當時我們在昆城那邊有看到一些 其他的歌單 或歌叫什麼 黃金時代 什麼 尖端世界 速度時代 我們會覺得現在我們才是速度時代 我們現在才是跳舞時代 因為現在是人人都可以去搖頭 去跳舞 夜店去跳舞 對不對 可是所以他們當時講的這樣子的一個 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這種概念 那所以新時代來臨 它當然是很少數的啦 可是我想我們過去連這種 很少數精英階層 或者所謂的中產階級階層的這種 生活時 或者說 這些的歷史都完全是空白的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它是 它當然是比較是屬於 它是比較是都會型的 然後比較是年輕 甚至知識分子的男女這樣子 那 所以那個 所謂 可是他們當時還是叫做流行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從一個pop 那個 西洋的pop music 這樣子翻譯過來是怎麼樣 至少它 我覺得 從我們的了解來講 是 我是完全是 當時我記得去訪問過自願老師的時候 它有兩個定義 讓我 就是 讓我們印象很深 讓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我就把它定掉 就是說 什麼叫流行歌 在它 它作為一個古典音樂人 它的觀念就是說 流行歌其實它就是節奏的流行 音樂就是那個節奏的流行嘛 所以會有 當不同節奏的音樂來的時候 什麼 華爾滋啊 看過啊 那個 blues 等等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 它就是說這個 流行歌的歌詞 大部分都是 年輕男女的那種 愛情故事嘛 其實如果我們 以現在的流行歌來看 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以前黑名單 在那個黨外運動時代 那個 民進黨什麼 黨外的戰鬥歌曲 現在有幾個人會唱 好 可是 那個 甚至 在姊姊前後 黑名單工作室 當時也出了很多 對知識分子來 或者說 所謂的年輕人來講 就覺得 哇 很熱血沸騰的那種歌 但是 我媽媽他們覺得 不會聽的啦 就是 那個就是 那種就是很少數的 一種流行這樣子 那 我是覺得說 如果 所以說 這些 男歡女愛 所謂男歡女愛的流行歌 如果對比 當時的歌仔戲 就人口數來講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那個最多數 可是如果說 以這個 所謂的這個 二零年代的那種 那種 那個協會 那叫什麼 什麼協會 文化協會的他們那些歌 蔡培果先生寫的一些歌詞 什麼 那是台灣 這些的 那個 那個就很像那個 就是 白米白鼓式的那種 那種 那種歌 雖然它是有社會 一定是有批判性的東西 但它真的是非常少數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少數的多數 是怎麼樣來論斷 就我們 我覺得還是有待於 真正的音樂史的那個 研究者 或者是歷史研究者 來做一些 最後的論斷 但是 我們的 我覺得我們能夠講的 就是說 我們從李坤成先生的 收藏來講 因為他 他有提 他影片當中有提出一個 我忘了 他是跟我們談到的時候 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 他會去看說 就是說 從他的收藏的唱片裡 他會去分析說 哪一些類型是最多的 然後哪一家唱片是最多的 所以他才會講到說 其實歌仔戲啊 南非管那些 還是很難多的音樂 但是如果我們在講說 流行歌的那個 所謂你也流行歌 這三個 因為歌仔戲南非管 它就不是流行歌 它是比較是我們 所謂的傳統歌曲 或者是歌謠這樣 那你要講流行歌 它還是有一個定義 就是說 還是從 基本上就是從 西方傳過來的 這種 一種音樂的類型 那如果要以這樣子做定義的話 而且這個又跟唱片音樂 唱片的這個 機器有很大的關係的話 那所以我們會講說 基本上它還是 1932年的桃花汽水季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 音樂史上記 基本上是大家公認的 可是從愛愛阿嬤的角度 他會覺得說 這個不算什麼流行歌 他可能就是進行曲嘛 可是他因為跟這個 電影結合 而且他是真的是 以他的歌詞的內容來講 他當然是跟我們傳統的那種 南非管的 或者什麼雪梅四季那種 是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那但是他就是比較有一個 新時代愛情的那個階級造成的問題 這樣子的東西開始 那所以就是他們的 就說等於他們來講 定義這個流行歌的開始 可以講說 就是桃花汽水季是一個 那在這個之前 因為剛剛那個世宏有提到說 好像我們有一些的流行歌 是沒有爭自於真正作曲的人 是好像用別人的曲來填詞 那所以我們 我是覺得這個還是要 以1932年做為一個分界點 就32年之前我們 在電影當中有提到說 像玄霓詩君啊 森霧蘇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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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那種把古調然後變到現代的那個轉換時期 可是 可是真正那個流行歌 就是等於是說台灣的第一張這種流行歌唱片 開始開賣之後 當然也有一些像影片當中有一些的歌曲是 譬如說 That's OK 對 那個 就是 還冠上英文名字這樣子 或者是 那個 有一些其他的 的確是有用日本曲子 然後填上那個台語的詞 這樣子 是有 台灣白話文的詞 這樣子 是有的 但是那個應該不是在有32年之前 因為 因為這種流行歌唱片的那個流行 應該就是我們講起來的話 就是從32年開始 是不是 昆成那時候還有一個定義就是說 為了商業的發行而創作 他把這樣子的類型的曲子叫做流行歌 所以 像那些他們月薪 比如說80塊 那就被規定一個月要寫兩首 那有時候多寫了 就是用別人的名字來用薪水 OK 他有在意定義 不過我自己就確定到現在也稍微有一點曖昧 就是說 比如說最近我接觸到這個 林生祥他們即將要發行的新專輯 然後 內容寫的都是這個 後進25年要熄燈的事情 從前面一路到走到最後要熄燈 這個專輯已經錄完了 可是他們還在籌這個發行VD的錢 那到底今天創作的這麼多 為了發行而創作 然後到底算不算一個聯繫歌 那當然在那個現場呢 有很多快年網配商 他們唱出一個專輯的時候 有很多現場的鄉親 但是 我旁邊的年輕小朋友跟我說 老爺我覺得他們都快要睡著了 我覺得 而且像我媽喪失在等 等 摸彩 那 但是我也看到現場有很多小朋友 很嗨 其實他們是很享受 人生享受這些歌的 所以我想 雖然昆蟲金 並畢竟在當時還蠻清楚的 不過好像到這個時代 也漸漸有一種模糊性 對啦 我就想到我們那個高中大學時代的 校園民歌啊 在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對比所謂的流行歌嘛 那個 剛開始楊玄啊 他們創作的那個校園民歌 對比那個什麼 葡萄城首詩啊 歐陽妹妹的那個什麼 什麼 嗨嗨開琴那個什麼之類的 所以那個 對 這個當 可是現在 到後來就變校園民歌 又變成是流行 流行歌嘛 所以這個 還是有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讓 各界的人去做定義啦 但是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至少對我個人來講 就是說 台語的流行歌 在我過去的認知 以前我成長的時候 我們聽到的 所謂的像 雨夜花晃春風什麼 港邊的 西北港邊等等這些 以前他們 以前就是他 在唱 那時候上面都是寫 台灣鄉土民謠 這樣子 好 那我是真的看到歌單以後 我很確定說 這叫流行歌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 台灣鄉土民謠 就是說 很鄉村的 然後很土的 然後是民謠 就是比較是歌謠類的這樣子 但是流行歌 如果你在歌單上 你就寫這三個字 它真的就是代表 是一個 比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脈絡的 或者說商品 是一個商品化的那個時代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不論喜歡或不喜歡 但是 它當時就是流行歌三個字 絕對不是叫鄉土民謠 那 所以我覺得有一段時期 台語的流行 台語歌曲就是非常的可憐 就連金鐘獎都沒有 金馬 金鐘獎是不是 金曲獎 都沒有台語歌的獎項 然後後來是有設一個獎項 就是要調了鄉土民謠 這樣子的獎 所以台語歌變成是在這個脈絡裡面 那我是覺得說 跳舞是在至少應該還給 台語的流行歌一個公道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有講到這個音樂 當時只是男歡女愛這種歌嗎 那這個是不是統治者 就是 是不是很客業 尤其像伯爺 他在發行這些歌 有一些政治意圖 這樣子 那我們的理解是說 我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當時有看到 譬如蔡培果的那些 爛臺灣 或者說那種 有一些 我們會把定義 比較像藝術歌曲是不是 林士豪就是在唱這樣的歌 當時我們有個聲樂家叫林士豪 那跳舞時代 這首這個唱片的背面 叫做紅音之名 對不對 紅音之名 就是林士豪唱的 那林士豪他是一個聲樂家 所以他唱歌的那個唱法 就是比較像唱古典音樂那樣子 可是後來大家提到紅音之名比較少 反而那個 我不知道 就是 Anyway 就是這也是一個 他們在那個嘗試的時期 就是會想說 欸 純純唱的跳舞時代 跟 紅音之名 林士豪的紅音之名 是不是 誰比較紅 這樣子 而且這個很有趣的是 這張唱片 都是女性作為主題 因為 跳舞時代是一個 這個自由自在的女性 對不對 然後想去哪裡跳舞 就去 可是 紅音之名是一個傳統女性 她的歌詞內容 她的曲是那個 蘇武木羊 那個 我不知道有個人聽過 蘇武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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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蘇武木羊 我們以前小時候唱著蘇武木羊的歌 那 她其實是用這個曲 然後她唱的是紅音之名 是一個 有點是一個女性 然後在傳統的家庭裡面 受到很多不平等的代列的那個 不平之名 所以你看那時候的唱片業 她也有配也會知道用主題 就是女性主題來做行銷 行銷的那個點這樣子 那至於伯也 她到底有沒有政治意圖 就是說 我的感覺是說 上平菜給我那些歌 或者是 我們其實在理婚者那邊 也有看到一張歌單 叫做 失業兄弟 性也聽在 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哇 這個好像也很適合 現在可以來唱這首歌這樣子 可是她就沒有這個唱片 所以 有可能就是說 像這個後來聽說是進歌 所以我相信說有一些 剛剛那個 世友有提到說 歌曲有四大類 除了要自由 然後要增加視野之外 為弱勢的 或者是感抗的這種歌曲 應該是 應該也是其中兩大類的 可是 事實上在昆臣的收藏裡面 就是比較沒有這些歌這樣子 所以 所以就是說 到底是因為進唱 所以 就慢慢的 可能就沒有人買 還是說 它是很難商品化的歌 它這個東西 我們也沒有辦法有定位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說 像 失業兄弟這首歌 它就會 像 那個政府 它就是進唱 所以的確在那個年代 就好像我們在戒嚴時代 我們也只能唱一些 南外女愛的歌 那 就是當時的新聞局 就是 甚至有一些 南外女愛的歌 也被慶唱 聽說什麼苦酒滿杯 對不對 只讓我們講到 太悲情的 太悲苦的 也是被慶唱這樣 所以那時候 可以想見就是說 政治還是 當然是會 就是說 日本人 他統治台灣 然後他 他對於一些 敢抗的勢力 他當然是非常 戰戰兢兢的在注意 所以那個 文學 文學好像比較少 但是這流行歌 音樂的話 它是會有那個 censorship 就是會有那個 但是 博耶他有沒有是因為 政治意圖來做這個歌 那我們 我們所得到的資料 所聽到的故事 至少是從 艾艾阿媽 還有古倫美亞 那些老人家 講到的是說 因為他是14歲 出來台灣的孤兒 所以 雖然他們接著是日去 但是他基本上 並不是有很大背景的人這樣子 然後呢 他又說 因為他是 從小就在台灣人的社區 到處跑 所以他很知道台灣人喜歡聽什麼 所以我們會 我們比較會覺得說 他真的是 就是一個很有 真意眼光的商人 所以他 他知道他在台灣賣唱片 因為你在台灣賣唱片 是賣給台灣人嘛 所以 就是 台灣人愛聽的 才會賺錢 所以 其實他剛開始 錄的第一支唱片 你剛剛講的 是客家巴黎 就是 比較是那個 就是 跟南北調 南北管的那個 曲調比較有關的這樣子 那他真的是從那個 桃花汽血季之後 才開始錄 那個 就是錄那個流行歌 但是 其實那32年33 因為 就是因為他有市場 所以後來台灣人的唱片行業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所謂的唱片公司也 也開始嘛 勝利的話是日本的 可是像 我們當時也有看 好像也有看 好像有好多是台灣人自己 成立的這個唱片公司嘛 那他們也是會 像欣神聖那是哪一個公司 那是不是勝利 那那大概不是 可是我記得好像還有幾個 幾個什麼 幾個唱片公司 他們也是會找台灣的作曲家 作曲者來寫 可是他們 國有樂 對對對 可是他們還是得到日本去錄音 應該台灣當時還是沒有那個 製作唱片的技術啦 所以說 我覺得那個政治對音樂的影響 它是一個時代駕破的狀態 也就是說 譬如他就會有審查 所以大概 大概就是某一些的音樂 他才能繼續的流存嘛 那這可能是一個事實 但是柏野他這個人 他 我相信他可能那個商業的幸福心 也許甚至更大於那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欸 台灣流行歌的創始者 居然是個日本人 那這個也是在殖民的時代 我們現在在談殖民 從後殖民的角度來談 所謂殖民問題 就已經不是那個被黑擊敗的 就是說所謂是殖民者 對殖民者的影響 不完全就是都是負面的 或者當然正面或負面 它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然後文化的影響 就是提到你剛剛講說 它特別是要同化台灣嗎 那為什麼要讓台灣人 可以有台灣人的報紙 還有講台語 因為它其實是一直到1938年 甚至那個 1938年終於在那個爆發 黃民化的 真正黃民化的時代 大概就差不多38年以後開始 那在這個之前 它並沒有禁止台灣人講台語 然後也沒有禁止台語的 以前的報紙是要用台語唸的 因為當時台灣人沒有人 會講的精華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當時的雜誌啊 報紙啊 是用台語來閱讀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日本人 它是有高壓的部分 但是它也有懷柔的部分 那高壓它其實有很大的部分 就是當然它是要 主要的經濟命脈 像糖啊 赤糖 茶葉 彰毛這種東西 它是完全要控制住 可是它也知道說 那個台灣人的習俗 你不可能說一下 叫他們全部人都變成 因為他們還是 早期他們還是想把日本人 跟台灣人做一個分言 就是說 黃民是內地的日本人 然後台灣人就是執迷地的人民 這樣子 所以他們並沒有真的很想要 把那個台灣人變成 等於完全的日本人 所以這個早期 日本人是不可能當黃民 或也不可能信日德信 也不可能去當日本兵的 那實在是因為 1941年那個太平洋戰爭爆發 然後日本人開始他們自己 他們的很大的一個軍隊 被中國大陸給困住了 就是說整個兵力居然被 因為他們本來以為 take over 中國很容易 結果沒想到 就是也是陷入一個泥沼這樣子 那 所以說 等到他們開始缺這個兵員 因為他們又要 目標是整個東南亞 等到他們 然後開始又 日本 美國又結結的 就是說 一旦的反攻 他們開始 慢慢覺得 國力很吃緊的時候 才開始說 希望台灣人 姓日本姓 然後 成為日本人 然後我們才能當黃軍 這樣子 所以他真正的是說 希望台灣人完全規劃日本人 其實是真的很後面的事情 那在早期他其實 所謂的規劃的動作 他只是希望台灣人不要反抗 但是你可以維持你的生活的模式 但是你就是繼續的當經濟母 就是說 生產力 不斷的生產 然後讓他們就是可以作為南京的基地 我想這個東西應該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我想我大概間接的有回答一些問題 那所以還有最後一個我覺得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說 之前我有提到說 當時文化運動啊 左派運動啊 甚至婦女解放運動啊 民運動這種東西 是不是應該有影響到有情客 我自己覺得我是認為完全沒有啦 因為我認為那時候的左派運動 他真的是非常少數人的在抗運動 然後 而且因為他又是政治上的事情 當時非常強烈的高壓的狀態之下 這就很像我們在黨外時代嘛 就是說 大家知道說在戒嚴時代 你連買個雜誌或什麼 你都要偷偷摸摸去買或什麼的 就是在很多人的那個時候 所以不太可能那個大張起步吧 那當時有這些 文化運動婦女解放運 他是有少數的文章出現在台灣民報裡頭 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看當時看報紙的人 應該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雖然 1940年有一個統計就是說 當時台灣的那個市自律啊 就是說受 因為當時我們受日本教育 至少他們規定就是國民教育 一定要上到小學六年級嘛 那當時的市自律 在台灣來講已經是佔百分之八九十了 算是相當高的 就是有受過教育的人這樣子 可是 可是就是說真正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還是為了生存 為了這個 就真正有那個為國家 或者說對社會 或對國家有那種 所謂的那個很崇高的理想的 畢竟還是很少數的知識分子 所以我覺得 但是陳俊玉他有受到影響 陳俊玉他就是一個 比較少數的知識分子裡面 那當然他也是 或許就是說 他當時他在寫這些歌的時候 也許他有受到一點這種 所謂知識分子之間的這種影響 但是他寫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不是一種 教條式的 或宣導性的東西 那 我覺得他輪到了時代的氣氛 那當然那個純純 這樣子的一個歌心的角色 他本身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這首歌是不是為他寫的 因為看起來他真的蠻有那個 蠻自我的 然後很有自己想法 而且自己的做法這樣子的人 那當然這個東西 一方面有受到西方的影響 其實我在拍了這個片子的時候 我再回去看歐洲的哲學史歷史 我才知道說 其實1930年代 在法國就是個瘋狂年代 當時的那種 所謂抽象主義 現代繪畫的那種各種思潮 就是在2030年代就是那時候開始 那當然他也伴隨著那個走派的思想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覺得 陳俊逸這個角色很重要 他寫的詞 可能就跟周天王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而且他參加那個文學運動的組織 還有就有參加那個出版新的雜誌 所以我們是覺得 他是某一種知識分子的代表 那可是顯然那個他的歌 都不比那個周天王 就是說周天王是整天上酒家了 像舞廳的這種當時的很浪漫的作詞 像其實周天王跟鄧宇恬都差不多 就是說他們常常都在當時的 大道成的歌廳、舞廳 找到很多創作的靈感這樣子 那他們也常聽那個老先生 他們也在講說 像他們就像我們以前所認識的一些 藝術家創作者一樣 就是常常晚上都要去吃宵夜啊 然後喝酒啊 然後在演談當中 就有很多創作的靈感出來這樣子 所以陳俊逸的歌已經算是流行歌了 可是都不會比雨夜花流行 所以雨夜花、旺春風這種 就是戰後就會一直流傳到現在 然後甚至那個什麼 上次不是江蕙跟一個義大利的那個 就是那個聲樂家還一起唱雨夜花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難說 所以就是說該怎麼講 就是說我是覺得啦 就是說所謂的文化運動、總派運動 它沒有辦法影響到非常普遍的多數人 可是它對少數的知識分子是有影響的 那就是這些知識分子 他們如果成為文學作家 或者是他們成為寫作詞、作曲者 他可能會把這些的思想的營養 那種或者那個營養的那種成分 帶到他的創作裡面 但是它能不能成為最後最有型的東西 這還有在考驗 對 好 我就講太多 我們兩個先講到這邊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開放就是營養的問題 我們最多的文藝人 我們會把這個文藝人提出 有沒有人想大概提一些什麼問題 或是分享 有嗎? 還有嗎? 還有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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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有談到那個 有關於那個年代 那我覺得我們對日本的 只知道到名字天皇這一塊 那其實在日本最精采的 浪漫在17民主時代 日本真的民主時代是被大政的 大政剛好就是中華民主我建立的時候 1911年 所以它是從1912年的時候開始 然後到19 大概1929年 那是這個很短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呢 剛好是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民主開放的時候 適合很適合台灣的 那時候的 就是 在台灣的所謂的台積日本人 就是 當時的台積日本就是到日本的留學 因為是一個很開放的 所以 在那個時代 就是很多的 包括當時的 日本已經開始民主化理性主義的時候 幫好美國的獨立運動 那影響到包括韓國的一個獨立的那個運動 然後就影響到台灣當時的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 後來他們也回來帶來了西方的民主 歐洲的民主進來台灣以後 那當然有一個很有趣就是說 當時在民主天皇 他開始的時候 他也領取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在所謂的示範系統裡面 他開始有計畫的 開始做出這個教育 那這個教育有些是剛剛 那個世宏 他提到的一個很有趣 就是也是一個目的 一個教育的目的 包括他的公共政策 其實都是以他把他剛做一個 是一個抗水的殖民的一個 值得在國際消耗的一個部署國 那部署的一個地區 當然這個跟韓國不大一樣 韓國他是戰兵的 或是侵略的 那真正日本 就是台灣真的是在清朝的時候 是歌給嘛 是把他接收過來的 不是因為戰爭而去搶 把他搶拿過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有趣 那當然在這裡面 我是覺得 比較可以去思考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也在說 所以這個圖像 照片這個東西 那其實有被牽涉到就是說 他的古蹟畫的問題 那我從我的家族的老照片 我看到我媽媽小時候 他去旅行的時候 那他在那個院公寺的照片 還有那個紫蘭宮的照片 他穿的衣服就是在紀錄片那樣的 跳舞那個 他們在那邊跳舞 那種服裝的感覺 所以我是覺得 那是普及的 但是普及可能是城市的 在鄉村可能是 因為我有說一些老照片 那個鄉村認識 你認識還教職 醫院這台教職去看病的 還是不是車子的 是公教的 就那個急救車啦 是教職 我為了收這個照片 在醫院前面有拍 有框有個教職 然後當一個 那我就比較有趣 就是說 他這樣一個就是說 後來就是我們看 那個昆成他收的一些 這些黑教照片 這些留生機 基本上都是在醫生 醫生還有就是最多的 就是私患系統畢業的 這些老師們 可見就是說 因為他的皇民政策 然後在所有的示範系統裡面 把他的一些日級的老師來的時候 開始教歐洲歐化的東西 然後開始當他普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他的教育裡面很有趣的 那如果我們再反推過來 如果還有一夾子 一夾子就是說美麗島事件 跟文化協定林靜彤他們的時候 這1919年的時候 剛好1979年的時候 剛好美麗島事件化身的時候 剛好一夾子 那我們再看就 如果從美麗島的前跟美麗島後 到現在 譬如說台灣的流行 成品效益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 成品效益 現在中國人看台灣 就是成品那種感覺 那叫做流行嗎 是台灣真的文化的流行嗎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思考 再去回到思考 當那個年代的在大正時期那種流行 是台灣真正的流行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一樣這樣的 包括一個所謂 當時的高端知識分子的抗爭 包括美麗島的時候 這些所有的到現在這些 包括李生講這些 為了所謂的水壩的抗爭 到現在變成一個主流的 我們從這個脈絡再去回想 去抓這個的所有的 比較的時候 時辰比較的時候 我想可能這個 在我們這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注釋馬跡 也給我們的下一代 在處理這個文化運動的時候 要進入我們去思考 去做怎樣的整理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然後我提供一下 謝謝 還有小小朋友 我建議應該是要給第一唱片 因為我們小時候 都是在那邊買唱片 還有鳳凰唱片 現在還在喔 現在還在喔 其實我要先謝謝我旁邊這位好朋友 就是他給我訊息說 今天剛好有這個講座 剛好我有空可以來 其實我覺得流行音樂這個東西 它是一波一波的啦 對於這個跳舞時代 我來不及參與 但是我覺得看了這部戲之後呢 那我有再回到總結的那種 那種真偽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是56年出生的 那我爸爸媽媽他們是 他們是從唱片開始發達的時候 就進入這個產業 然後一直堅持到現在為止 那雖然說 唱片業這個東西已經是末日了 但是我覺得黑膠復興這個活動啊 就是激起了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於我們曾經有過的那個繁華的時代 就是有一種懷舊也好 或者是了解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 一個算是活動 那今天很高興來這部 所以你們不要再看我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 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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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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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標題不太入聽於 它 你都說的是 很處理的事情 我從見證中 報到電影中 交給我的總部 會等一天 你趕著 這件事 沒有 沒有任何事情 這件事 這件事 是這件事 不願意來 我告訴你 日本首領域的影響 跟台灣 跟台灣的人 在通體制 在那裡 有魚膝蓋起來 在這件事 包起來的過程 裡面 又是在 人母之間 在動作 給他 在通體制 被通體制 的人 沒有意識到 他被通體 所以 在這次看來 就說 一位少年 在日本人的通體 這種 政治意識 實際上 現在的人 真的 有去提供 我 知道台灣人 自己 在這個土地 來 經營 這件事 這個 沒有 看到 如果 那邊 就可以從這種 漫無 二台 騙修 出來的時候 我們 覺得 很難 有的事情 來 還有一個問題呢 男生 今天 來 我想請教一下 兩位導演 有在收集 那一開始的實料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比較 數據性的東西 包括說 那個時候 台灣人那時候 當時的月薪是多少 然後一張倉片是多少 那發行的管道是 通過倉片行 那倉片行那時候 大概有多少錢 然後分布在哪些地方 就想說 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脈絡 就是比較完整 清洁的圖像 如果有這些數據的資料 是記得 現在都是Infrogram 好 好 我可以講 我記得的一些數字 就是說 比較好一點的流聲機 就是 那時候那個 林屋商店 他們賣給 他們會送流聲機 到太平山 給一些老師 還有送唱片過去 那 林先生的口述是 他曾經送過 他其實從爸爸那裡 可能得到訊息大概 流聲機有兩百塊 就是說 老師買比較好的流聲機 大概兩百塊一台 那但是 他說 大概是保持 三個月的薪水 所以 聽起來這樣 保持薪水也只有六七十塊 對 所以愛阿嬤 在當時也是所謂 高收入的一群人 多少家唱片 這個是不是Google 人家可以找 你知道嗎 詳細的這個數字 而且我知道 後來是一家一家的開 對不對 那 但是比較 當時比較大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聖地的 就是那個 就是這樣的史料很缺乏 所以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很麻煩 找不到 客觀 其實有應該 應該是很重要 就是說 其實我知道現在台大 台大那個音樂研究所 其實有 已經有很多人在做 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其實客觀的資料應該是有 但是我記不起來 我記不起來 李老師曾經提過 就是說 大概那時候 唱片 確實就是 通過火車的貨運 載到那裡去 我自己想像 或許從某些貨運的 資料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 我剛剛想到可以補充幾個 關於音樂跟巡話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片子裡頭 有那個 李湘萊的演唱 那當然就是李湘萊唱 很多 也很多電影都是為了 大功亞動容的主題 它總是片子裡頭的女主角 就是不管是 中國的女子 跟這個 日本的海軍艦長相戀 就類似這樣的主題 非常的多 那它唱的歌 像蘇州夜曲 然後幾首都非常知名 到現在 甚至有時候 你在街頭的那種 歐伊桑、歐巴桑的街頭 卡拉OK裡 都還聽得到 它們唱蘇州夜曲 那 這絕對是一個政策下 產生的流行歌 可是呢 因為音樂家很出色 福布良一非常出色 然後今天歌流傳至極 而且說起來有趣 比如說 福布良一作為一個 當時很年輕的音樂家 他在日本的商業圈裡頭 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已經有太多優秀的作曲家 所以他沦落到來做 為這些大功亞動容的電影作曲 但是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所以我想之前有很多 因緣機會 所以所謂循化的歌曲 也有很多因緣機會的 被流傳下來 然後被記憶著 其實以音樂來做為 政治上循化的工具 其實有非常多的例子 就是包括 這個 中國共產黨 佔據了中國的 不要講佔據 就是統治了中國的初期 他們派大批的學者 下鄉去收集民謠 最後選定了某一首陝西林謠 來做為東荒紅的主題 他們是左派 所以他們從收集田一開始做 我們是右派 所以我們有很多 雙更古典訓練的音樂作曲家 寫了類似我們高中都唱過的藝術歌曲 所以我唱比賽要唱一次 雖然我們不曉得那個 互相是什麼 我們也唱東葉的孟靜林 整個高中的 家政松花江 對 我整個高中的音樂比賽 都會唱這些歌 所以我想 音樂作為政治詢話的工具 是非常普遍的 因為音樂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 那不管是有意的無意的 他都會在我們的身上留下烙印 我想就是 其實從跳 應該從跳舞時代 就一天開始 然後就 我覺得像剛剛那樣講 我們就對日本人的經歷都是空白的 所以很顯然的 就是我們跟林特晨一樣 我跟林特晨一生都在跟蛀蟲活動 不知道我們蛀蟲是在哪裡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 對這個年代在過去 再感到好奇 然後 他現在就跳舞時代 他是拼起了一塊 就是從唱片石流星音樂 這一款拼 那大家可以再就是去 現在我知道也越來越多出來 然後他也有 比如說像什麼後來有再出來 台灣的西方的名人出體驗 那其實也不代表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個時候 歐美龍華還有歐梯新事務 進來的一個過程 那時候有職業做女的 有什麼咖啡店 然後有很多的一些新的 就是歐美 就是到台灣 我進到台灣那時候的一個 一個現象這樣 那大家可以再多去找這些 那個書來看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就是當然 像剛才大家討論這些 表示其實我們這個過程 我們是非常糾結 而且很複雜的 就像那個從老一輩的 他們對過去的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情感 可是就是對我們年輕這一輩 可能是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然後有一些人是比較 可能他是反殖民的 或是比較抵抗式的 那樣子的 都在包含這個 這情趣裡面 那台灣要怎麼樣去找出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 這些殖民的情景下 不管是日本時代 然後到後來的 現在的 國民政府時代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找出 自己的一個 自己的聲音 然後自己跳舞的方式 我想這是大家去過思考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哲學新覆 非常抱歉 給我期待 然後把我們的志宏大哥 還有大家一起在這邊 跟我們一起看片段 一起討論 那希望就是 下禮拜我們 我們哲學星期五一樣 在禮拜的晚上會繼續進行 我們下禮拜 我要訪問的是那個 當農地變黑 然後其他 合作的是那個 台灣環境人權協會 還有這個 賀金門導演 對 然後他們來就是 探討這個 就是說農地污染 還有水源污染的問題 歡迎大家這個時間 再到這邊來聽一些清晰好的 謝謝